呢 你好,大家好,我是Joombo 我是王美其 這晚跑馬的抹象 就舉行了浪琴標國際騎士錦標賽 對, 這麼短目的馬壇盛事 我們又怎麼可以錯過 現在馬上去玩了 走啦… 這晚場內有很多精彩節目 我們當然馬上投選這晚的 深水國際騎士 選中, 隨時還有大獎 一邊聽著Ben Simmons和樂隊現場演奏 一邊探望環球美酒加咬 認真疏忽 國際騎士錦標賽的氣動終於到了 開外而設有四關極線, 即將爆發 當燦爛的煙火照亮夜空 十二位世界好手都是時候準備好了 經過四關激鬥 累積成績最好的是日本代表 福永誘一 勇奪今屆國際騎士錦標賽冠軍 兼騎士王寶座 浪琴標優雅形象大師林志玲 更現身頒獎, 恭喜 浪琴標國際騎士錦標賽 已經順利舉行完了 現在輪到我Manjie為大家直擊 香港國際賽事的排位 抽鮮儀式吧 浪琴標香港杯 威爾頓排第三檔 快利街第六檔 天英奧場第四檔 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 天狗排第四檔 瑞草長龍第十檔 獨掌全拳第五檔 浪琴標香港一里錦標 步步有第十一檔 大運財第六檔 大賽波士第十檔 浪琴標香港平 富林特棍第四檔 多明尼第二檔 紅星禮物第八檔 想知更多可以瀏覽財會望葉 今集《挑戰國際舞台》 就超越對手 好像上場馬虎一里錦 步步有就將上季最佳一里馬 大運財跑來兩個幾碼位 不過上次大運財 富榜當五磅 今次去到國際賽平榜相遇 應該拉近距離 這兩匹一里強手 過往在國際一級賽 都跑亞軍沒贏過 未來星期日 他們必定施展運身解數 最後星期五萬八點 有四十八台 有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特輯 王者之戰 到時候平馬人會分析 四場一級大戰的形勢 大家千萬別錯了, 再見 掰掰